海航集团是一家年轻的国际性的跨国公司 它的主要业务有航空旅游、现代金融服务和现代物流业 布鲁萨是我们第一条从中国大陆飞向西欧的海航的国际航线 从地理位置看,布鲁萨是处在西欧的十字路口 2006年的时候,布鲁萨还没有一条直接飞往中国的航线 所以我们经过一定的市场调查 发现这里华人华侨也有一定的数量规模 这里的人口密度有比较高 应该说是最高的,西欧里说 比利时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另外我们在与比利时联邦政府 比利时三个地区大区政府和布鲁萨机场 甚至布鲁萨航空公司的谈碰当中 我们都发现比方对鲁萨航线都有强烈的愿望和相应的一些激励措施 然后在2007年的9月底,也就是开通航线一年零两个月以后 我们又收购了比利时三个酒店 这个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为什么要收购这三个酒店呢? 主要我们是想把航空市场跟旅游市场的开发联动效应 把它发挥到极致 布鲁萨航尔、比利时也是连接周边其他国家市场的这样一个门户 比利时有非常发大的物流产业 它的航空、海港、公路交通、网络是十分发达 它在经济、法律和政策环境上的措施是非常齐全的 从企业经营的成本来考虑 这边的人工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企业的税负相对也是比较重的 当然政府也有一些措施来鼓励投资 它有一些税收返还政策 外资的引进激励措施 这对鼓励外国投资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但是要想在这边长期的发展 我想人力成本的控制对一个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外围的商业环境我们相信也已经得到验证 比利时的整体的商业环境是非常优越规范的 非常适合于这些初到国际市场来试水的中国企业的发展 比利时的职业教育也是有一定的实力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海航当时在06年刚刚开始开通这个北京岛波鲁萨航线的时候 比方给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优惠措施 就是由鲁文大学和根德大学联合对海航的管理人员有一个管理技巧的培训 这个培训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我的家人也是跟我一起在这边生活 我女儿是在这边上法语中学 我太太也开始学习法语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当地语言就会觉得生活是比较方便的 比利时有大量完善的社会公众设施 供你运动、学习、休闲 同时我们也知道比利时有巨师文明的巧克力 比利时啤酒还有比利时钻石 所以作为在这边工作生活多年的中国人 我就特别期待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比利时来旅游 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因素主要是要了解比利时 懂得这个市场的需求 另外一个作为外国投资者 你需要有一支非常配合的当地的管理团队 与我们一起来经营企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海航在这边这个当地员工有将近一百人 那么中方派主的员工不到十人 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员工都是本地化的 我们的员工和主要的管理人员都是当地的员工和职业经理人 所以我们依靠当地的管理人员 当地的员工才能适应当地的市场 了解当地市场的真实需求 才能够使我们的企业不断的走向成功 由比利时发散面向西游其他国家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有更多的中国公司 中国企业来比利时投资和海航一起在当地发展长大 海航的航班也非常愿意为大家服务